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华社今天刊发了对辽宁省委书记张国卿的专访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 辽宁改革的重点在哪里 张国卿说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 在主持召开的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 提出六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 全面深化改革 辽宁振兴 不是仅靠上几个大项目就能实现的 必须解决好发展环境问题 包括政治生态 社会生态 自然生态 创新创业的生态 其中 政治生态是根本 必须持续进化 创新创业的生态 就是营商环境 是事关辽宁振兴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我们要以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为目标 着力打造 办事方便 法治良好 成本竞争力强 生态宜居的营商环境 当前的重点是 解决好公务人员的服务精神 法治环境 信用环境等突出问题 这需要全面深化改革 我相信 只要我们用心用力 把发展环境营造好 各方面要素就会向辽宁集聚 就会有越来越多人 热爱辽宁 扎根辽宁 圆梦辽宁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 今年八项重点任务中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摆在首要位置 辽宁明确提出 要在创新驱动发展上 取得新突破 如何实现 张国卿说 我们要坚持走创新路 吃技术饭 首先要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积极争取国家级创新平台 和大科学装置在辽宁落地 加快推进沈阳材料科学 国家研究中心建设 集中力量创建区域综合性 国家重点实验室 培育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和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聚焦产业发展需求 优化提升一批重点实验室 产业技术创新中心 和新型研发机构 其次 要构建实质性产学研联盟 产学研联盟要让企业当盟主 让企业真正成为 技术创新的主体 要把各类创新资源投向企业 企业通过契约关系 与高校科研院所形成 利益共同体 使产学研联盟 有创新的内生动力 产学研三方 共同奔向市场 奔向需求 而不是奔向论文 奔向职称 让技术创新成果 尽快转化为社会现实生产力 而不是挂在墙上 第三 要发展壮大科技型企业 加快隐喻科技型企业 特别是厨英 邓玲 独角兽企业 让辽宁创新 创业沃土商的新苗越来越多 有土壤 有养分 有阳光 茁壮成长 同时 要以制度创新 促进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解决的是生产力问题 是硬的一面 制度创新解决的是生产关系问题 是软的一面 软的一面 要给硬的一面赋能 要以制度创新 为技术创新打造生态 厚植土壤 辽宁科技创新重点布局 发力的方向有哪些 张国卿说 我们要找准 辽宁在解决卡脖子问题上的着力点 在新材料 精细化工 高端装备制造 半导体芯片制造设备 工业基础软件等领域 贡献辽宁智慧 另外 辽宁要超前布局 增材制造 柔性电子 第三代半导体 量子科技 储能材料等 未来产业 打造标志产品 和领军企业 形成新的产业梯队 再提高产业链 供应链 自主可控能力上 贡献辽宁力量 工业是辽宁的传统优势 十四五时期 辽宁工业振兴的突破点 在哪里 张国卿说 辽宁要在产业结构 经济结构调整上 取得新突破 我们不能脱离开 一个地区的 物质技术人才基础 和比较优势来谈发展 辽宁振兴 首先要工业振兴 工业振兴 必须做好改造升级老字号 深度开发原字号 培育壮大新字号 三篇大文章 改造升级老字号 就是要用人工智能 大数据 物联网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 为老字号产业赋能增效 特别是要从自主研发 设计 制造 及系统集成 整个链条上 提升制造业 智能化水平 促进制造业 向智能 绿色 高端 服务方向升级 深度开发原字号 就是要对冶金 石化等原字号产业链 补链 盐链 强链 改变链有余 而化不足 粗化工有余 而精细化工不足 原材料有余 而增值链不足的状况 推进原字号产业 向产业链价值链 中高端发展 培育壮大新字号 就是要强力推进 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技术制造业 和高技术服务业发展 就是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我们要充分发挥 我省产业数字化的 场景资源优势 和数字产业化的 数据资源优势 做好场景资源 和数据资源开放 推动数字经济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培育壮大 数字产业集群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今年辽宁在稳就业上 将有哪些举措 张国卿说 我们要把稳就业 摆在优先位置 全力稳定和扩大就业 力争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42万人以上 围绕这个目标 要做好五方面工作 一是完善就业政策 配套措施 开展就业政策 落实服务 落地专项行动 加大文港扩港激励力度 二是把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摆在重要位置 今年辽宁省将有 29.9万名大学生毕业 我们要深入实施 就业促进计划 和基层成长计划 增强毕业生就业稳定性 三是支持创新 创业和灵活就业 强化创业带头人培育 扶持一批优秀创业 孵化示范基地 助力电商直播等 新产业新业态发展 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四是治劳重点群体就业保障网 促进失业人员 农民工 退役军人 残疾人等群体就业 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五是大力实施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建设一批职业技能培训基地 提高劳动者技能素质 和就业质量 开创振兴发展新局面 优化营商环境是突破口 近年来 全省上下以更大的勇气 更强的决心 更实的举措 持续打造办事方便 法治良好 成本竞争力强 生态宜居的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 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项目 企业和人才 关注辽宁 扎根辽宁 近年来 我省的经贸交流平台 嘉宾云集 招商引资 逆势增长 就充分反映出 营商环境建设的积极成效 十四五时期 辽宁将成势而上 实现开放活力足 视线推出系列策划 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 今天我们关注 经贸交流合作平台 秀出辽宁新形象 下面把时间交给管絮 好的 一个地区营商环境好不好 有没有发展前景 从客商的到访量就能看出来 近年来 从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到沈阳制博会 大连塑胶会 再到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和聊洽会 都是嘉宾云集 显示出辽宁持续改善营商环境 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也显示了辽宁在各方面提升投资吸引力取得的效果 辽宁正成为一方投资热土 好的营商环境造就了好的会展环境 对外开放水平提高 市场主体活力增强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城市品牌形象提升 这些营商环境优化的红利 为我省举办大型国家级展会 创造了好的条件 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 塑胶会 制博会 专交会等 展会影响力逐年提升 去年11月举办的首届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是我省创新打造请进来招商合作平台的一个范例 成功签约项目137个 签约总额达到3805亿元 为切实体现辽宁的温度 我省按照一人一套接待方案 一人一个团组保障的原则 指定专门联络员 安排专人全程精准服务保障 得到了与会企业家的充分肯定和广泛赞扬 是尊贵的客人 更是握手交心的朋友 这是辽宁的待客之道 这种魅力公式 让嘉宾商客深深感受到我们的真诚和热情 看到了开放合作的机遇和前景 体会到魅力辽宁所散发的蓬勃生机 更让他们坚定信心 深耕辽宁 合作共赢 我们的感觉 感受非常好 感到了当地的政府的非常高的一个重视 我们已经决定在我们沈阳继续投资 投资我们一个比较新的一个产品 来为当地沈阳 为辽宁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通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 3500名嘉宾云记辽宁 辽宁投资会 日本企业肯谈会 中韩投资贸易博览会 辽宁品牌展览等主题系列活动精彩分成 培育了辽宁振兴发展的人气场景 为辽宁的振兴发展积极了力量 举办招商合作平台 不仅仅是把人请来开个商业道party 更是向外界递送辽宁特色 辽宁形象 辽宁风采的名片 在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上 一大批参展的智能制造新产品 新技术 照示着我国装备制造业 正在向智能化高端化发展 其中辽宁制造精彩多多 是现在聚焦到去年10月 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永久落户沈阳 正是因为辽宁工业基础雄厚 工业互联网场景丰富 工业软件和工业控制有很好的基础 2019-2020接连两届盛会 全球顶尖行业专家和领军企业代表 汇集辽宁 把卖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制造业融合应用 对辽宁与行业产业融合发展的机遇前景 不吝赞扬 辽宁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发布 老工业基地郑重宣告 向数字辽宁制造强省目标大步迈进 那么辽宁呢 也是工业基础非常雄厚 应用场景最为丰富 发展的动能和动力最为强劲的 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业的大省 那么通过工业互联网大会 来推动辽宁的实体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受疫情影响2020年我省招商引资工作 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 各地积极搭建招商平台 抢抓招商先机 全省招商引资预计达到5219.6亿元 同比增长11.5% 实际到位内资同比增长13.4% 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12.1% 一系列请进来的合作交流 彰显了辽宁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 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坚定信念 辽宁省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 优化和提升平台功能 发挥经贸交流平台效应 办好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 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 沈阳制博会 大连塑胶会 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展会 相信借助这些平台 越来越多的外地客商会亲身感受到 辽宁这片热土 有不断成长的市场 有消费升级的商机 有主动向世界开放的定力 更有积极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的努力 好了 今天的视线就关注以上内容 辽宁省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总指挥部 今天发布 关于严防疫情扩散 欢度新春佳节的倡议 倡议说 乡心心遂切 这是人之常情 我们感同身受 但是今年春节特殊 国外疫情加速蔓延 国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出行无疑加大疫情传播风险 疫情防控每一个人都事关大局 为了您和亲人朋友的平安健康 我们倡议全省广大群众就地过年 第一 少出行不离辽 春节期间出行 人流量大交通拥挤 一旦有散发病例 传播风险极大 希望广大群众尽量留在 现工作地居住地过年 减少出行 希望全省各级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 带头示范 屡职尽责 非必要不离开辽宁 严禁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确需离开的 需严格履行审批程序 第二 少聚集不扎堆 希望大家尽量减少聚集性活动 尽量不要前往人员密集和密闭场所 即便家庭私人聚会聚餐 也要控制人数和时长 提倡隔位就坐 使用公快公勺 有发热咳嗽等症状的人员 应避免参加聚集性活动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 不得组织参与大型聚会聚餐 各单位要充分尊重职工意愿 结合疫情形势 工作需要 实行弹性休假制度 错峰安排春节假期休假 第三 多关爱不孤单 我们应该更加关爱 留在辽宁过年的外地职工 更加关爱那些留守儿童 空巢老人 更加关爱各行各业 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 各级党委政府 要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充分肯定他们的奉献付出 第四 多警惕不放松 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要提高卫生防护意识 养成勤洗手 长通风 戴口罩等良好习惯 外出随身携带口罩 乘坐电梯 公共交通工具 和进入公共场所活动时 全程佩戴口罩 主动亮码 接受体温监测 自觉配合防控要求 在人群聚集场所 一定要遵守公共秩序 避免拥挤 自觉与他人保持一米社交距离 全省广大群众 请响应我们的倡议 留聊过年 共守安宁 用一两土二两油 来形容黑土地的肥沃与珍贵 十四五时期 我省将在开展黑土地 保护利用试点的基础上 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 资金投入和措施保障 用好养好黑土地 我省典型黑土区面积约为0.28亿亩 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37.8% 主要分布在辽和平原区和东部 低山丘陵区 是全省重要的优质粮和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 但由于长期高强度利用 我省的黑土区耕地资源长期透支 有机质含量逐年下降 近30年来 我省黑土区耕层的土壤有机质含量 下降了将近16% 特别是辽和平原区 多数地区的有机质含量 已经下降到20克每公斤以下了 黑土层变薄 地地下降这个问题都比较突出 为保护利用好黑土地 我省自2015年开展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 累计争取中央财政资金4.8亿元 推进用地与养地相结合 采取有机肥适用 肥沃耕层构建 种植结构调整等综合措施 治理黑土地退化面积130万亩以上 黑土地内在质量和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黑土地粮食产能进一步提高 形成了两大类 五个黑土地保护利用综合技术模式 初步建立了可复制可推广的 黑土地保护工作机制和实施方式 2021年 我省将在落实好中央财政1亿元 黑土地保护利用资金的基础上 省财政追加资金2亿元 实施更大规模的黑土地保护利用 以落实中央级省级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为抓手 实现17个典型黑土线全覆盖 建设高标准黑土地保护利用示范区 300万亩以上 要加快建成一批集中连片土壤肥沃生态良好 设施配套产能稳定的农业生产基地 14、5时期 我省将在更大规模更高层次上推进黑土地保护利用 综合运用工程、农艺、农机、生物等多种措施 用好养好黑土地 切实保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 本台报道 省人大代表罗嘉全是本钢集团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电机调控队调试班班长 高级工人技师 作为一名来自生产一线的人大代表 罗嘉全特别关注与企业息息相关的议题 他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撰写了多个高质量的建议 用实实在在的行动 进行了一名人大代表的责任担当 1983年 罗嘉全从部队转业到本钢 当上了一名电工 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 他发现 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地方中小企业 都普遍存在一个非常相似的共性问题 专业技术人员 岗位操作技术人员出现了断层和匮乏 有些企业因为正常生产中的小隐患小毛病 没有及时排除处理 造成故障时有发生 如何发挥企业高技能人才的作用 是罗嘉全一直思考的课题 在去年省人大会议讨论中 罗嘉全建议 大国工匠要培养更多工匠仔 为辽宁高质量发展做贡献 组建工匠志愿者或工匠义工队 让有绝活绝技的大国工匠们走出企业 为精准扶贫做贡献 会议结束后 省有关部门很快着手就罗嘉全的建议组织制定推进措施 并得到有效落实 今年罗嘉全的建议继续围绕船机育人 如何发挥工匠作用展开 我今年的建议就是省政府有关部门 组织成立大国工匠专家团队 为全省企业提供技术指导 技能培训 对培养高技能工匠储备赢 华嘉全还通过了严格的考试考核 成为本纲内部为数不多的内训师 先后为2000多人次传授记忆 作为一名省人大代表 罗嘉全有决心带出更多的好工匠 年轻工匠 让职工技能有一个质的飞跃 驻本西记者报道 1月18号零时至12时 我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治愈出院4例 其中沈阳市报告3例 大连市报告1例 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治愈出院1例 为沈阳市报告 大连高新区灵水街道大有田园社区 金浦新区光中街道宏旗社区 下调为低风险地区 1月18号零时起解除封闭管控 大连市低风险地区高校学生 寒假离校工作启动以来 有近六成的大学生选择乘飞机返乡 为畅通大学生的返乡路 1月17号 大连市首架高校学子返乡包机起航 飞往甘肃兰州 本来已经做好在学校过年的准备了 然后突然能回家了就很高兴 因为这次大连疫情防控措施做得非常到位 所以我对这次回家也是充满了信心 也是充满了期待 早上七点多 大连机场为乘坐包机的172名大学生 举行送行仪式 这些学生来自大连医科大学和大连外国语大学 机场还为每名学生免费购买了航空意外鞋 开通三个专用直击柜台 我们各个高校在和机场对接的时候 也是非常紧密的 前期就是从报给机场的人数 一直到系到每一辆班车有多少人都是谁 从我们这个作为老师来讲 包括从学校这种服务 我们真的特别感动 在梳理高校返乡信息过程中 机场工作人员发现 不少学生是去兰州的 因此促成了这次直航兰州的包机 那么大连机场呢 为了保证这个高校有这种需求 协调航空公司 然后从杭州调机到大连 运送这批高校的学生 妈妈妈妈 我们坐包机回家了 接着目前大连机场已发送 大学生旅客5800多人 预计还有5万多名学生将乘坐飞机返乡 祝大连记者报道 2021年春运将从1月28号正式开始 沈阳市交通部门严把交通场站 交通工具等重点环节 对机场火车站 长途客运站 出租汽车公交车地铁等 加强通风换气 保证消毒频次 落细落实各项防疫举措 建于当前黑龙江省吉利省出现新的疫情 我们也暂停了发往以上两省的客运班车 同时也通知对方车辆停止发车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疫情发展变化 适时恢复相应城市的客运班车 本台报道 记者从本钢集团了解到 本钢板材热联炸厂 2020年全年共完成产量952万2839吨 打破年产量历史记录 其中2300生产线去年12月份完成产量 45万4882吨 创同期最好水平 近日 田岭市对银州贸易城进口冷链食品经销商户 开展全覆盖集中排查专项整治 检查中 执法人员对无证经营预包装食品 涉嫌违法经营的商户进行依法查处 责令停业整顿26家 并予以立案调查 查封涉嫌违法经营进口冷链 预包装食品近千件 涉案总价值十多万元 本台综合报道 好 感谢您关注辽宁新闻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